Range A2就是這個裡面,等於沒有東西 那我就把這個R,這個R指的是將來要寫到哪一列的一個變數 反之的話呢就是追蹤,追蹤的話呢就是這個前面講過,加1就可以了 把追蹤到的東西加1給R,那我就知道說應該要寫到哪一列 第一個,第二的話呢就是把這些東西call過去,不過我沒有把所有的資料call過去啦 我只有大概call我需要的,包含就是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各位可以看到銷貨名系裡面 訂單日期,到貨日期,客戶編號,名稱,電話,地址,總額 大概就是這上面這些啦,這一個 1,這個就第一欄 1,2,3,4,5,6,7,8個這個欄位資料 那底下我是沒有加啦,當然可不可以加,可以啦,因為 如果再加下去喔,就太複雜了 所以如果你們要自己變化啦,當然把它加上去OK,沒問題 那我大概只有加上面的8個欄位 那怎麼加過去啊,其實就一個蘿蔔有坑嘛 這個其實只要你 對應關係沒問題就好,因為將來的按鈕會是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的range,前面沒有那個 工作表的名稱,為什麼?因為你現在在這個工作表,你就 前面不用啦 那我要call過去特別注意喔 是 後面的call到前面的 那前面的話一定是銷貨名系 他的順序一定是A到H欄 所以這個很單純,A到H欄 是一個一個一個 那 後面的部分是B2 B2的話是這個嘛,單號 call到A 然後再來是訂單 有沒有,是D2 所以這個對應關係,你只要反正對應到啦 一個一個啦,一個蘿蔔有坑啦 不過我記得我好像有做錯過,因為 有時候要比對 偏的一個位置 call過去 奇怪怎麼會有資料錯誤 那你再改一下就可以 再來的話呢 這個call過去了嘛對不對 接下來就把資料清空 那清空的話呢 特別注意 我的習慣是如果一個儲存格,我用空字串 有沒有 後面丟一個空的東西 就是把B3 特別說 這個地方本來我有寫 B2 但是後來怎麼樣 我把它加注解 為什麼 因為單號先不要清空 為什麼?因為我要加1嘛 OK 那 除了這些之外 我就把哪一些清空呢 把那個 B3 就是這個 這個清空 然後 1 1 2 1 再來就是 這邊 12清空 那實際上這個清空 這個也會跟著清空 那這個 這個範圍的資料清空 所以這個範圍的話就給他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清空 所以這個是用什麼 範圍 點clearcontents 這個好像剛剛有講到過 那可能最難的地方在哪裡 單號加1 什麼意思單號加1 其實如果你單號直接加1 就是加1的話 像這個地方 假如他是04的話 這個地方加1 這個地方加1 很簡單 就是 Range B2 等於Range B2加1就好了 為什麼?因為這個地方是數字嘛 可是我們剛剛什麼 剛剛是 S 00 還要是4 一個S加4 那如果說特別是要 像之前 我們直接把它新增 我們用之前的東西 假設是舊的 我用舊的寫法 新的寫法是下面 下面的方法 如果說我用什麼 如果我直接加1 寫過去的話 你會發現 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這邊 直接把 Range B2加1 寫過去 B2加1 就這樣子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喔 寫過去會怎麼樣呢 我執行給你